中段近三年的两岸 小三通客运航线 自1月7日部分赴航以来 平稳有序运行 据福建省台港澳办透露 截至1月29日 厦门到金门航线运营46航子 客流量3000余人资 当然有很大的期待 希望可以一直持续开下去 然后让我们可以 回来的人方便 不然要绕一大圈 才能回自己的两家 虽然就很近 希望能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三四年没回来了 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金门乡亲们和大陆配偶 提着行李年货检票后船 他们期待小三通客运航线常态化 这样才能满足 他们往返两岸的需求 加通上方便了我们市民 然后第二点是 希望厦门继续开通 这样的话关掉的话 临时关掉后对我们来说不方便 2020年2月 台当局单方面暂停小三通 在台湾社会各界持续强烈呼吁下 今年年初台当局 重启小三通客运航线 但只允许在春节前后一个月期间 以专案方式申请航班 限定航班数量 仅现金门 把所民众及当地大陆配偶申请 在大陆的广大台商台胞被排除在外 直飞台北的机票甚至贵的时候 到一张来回机票要2万块人民币 这个事对我们而言非常的不便捷 所以我们非常期望 今年度能够完整地恢复小三通 这需求正大的时候 他只做了个半套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这个2月6号马上也就到了 我们期待台湾这边的话 能够把整个小三通全部给打开 同时在大三通的航站点上面的话 能够回复到2019年 春节期间 乘机返回台湾过年的 厦门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荣誉会长吴嘉莹告诉中心社记者 他很羡慕金门乡亲 能够搭乘便利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返乡 他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面恢复 是台湾同胞的共同愿望 我们回家一趟这么困难吗 像金门同胞现在早上确实 大概就是二三十分钟的航程而已 非常便利 我们大家都需要小三通 尽快去护航 尽快去全面开动 这也是两岸之间融合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目前大陆各方面早已全力以赴 为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面复航 做好各项准备 据了解 自2001年1月2日通航以来 小三通见证了两岸不断密切的交流往来 截至2020年2月9日 累计运载旅客2208.12万人次 请规订阅明转发明 字幕志愿者 购物单